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南美国家阿根廷的刑事高等法院在4月17号做出决定 判决阿根廷联邦刑事法庭重审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 还有前政法委书记罗干 对法轮功修炼者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 镇压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和罗干2005年在阿根廷被起诉 2009年的12月份 阿根廷法官奥达卫阿绕斯拉马德里裁定江罗群体灭绝罪 及反人类罪的罪名成立 并发出了国际逮捕令 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对出访的被告江泽民和罗干予以逮捕 并引渡到阿根廷受审 那么这份国际逮捕令使得中共惊恐交加 立即通过中共驻阿根廷大使馆 给阿根廷的法院和各个国家机关施加压力 迫使拉马德里法官辞职 并安排继任法官在上任的第一天 就撤销了这份国际逮捕令 阿根廷法轮大法协会随后两次提出上诉 并指出案件发生波折 是因为中共政府的政治压力所致 在历史几年后终于是上诉成功 阿根廷法轮大法协会的律师亚历山大科威斯表示 希望法院能够尽快恢复被撤销的国际逮捕令 最近几天不自杀承诺书在中国大陆的微博上被疯狂的转载 包括创新工厂董事长李开复等知名人士也加入到转发的行列 不自杀承诺书是回应日前北京警方将安徽打工女子袁丽亚在北京离奇死亡一事定为自主高坠而来 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指出中国大陆的网友是利用这个方法来表明 一旦他们突然在可疑的状况下死亡 要防止当局做出他们是自杀的定论 有网友在微博上自嘲说 我绝不会自杀 如果我死了就是被自杀 希望关注我的遗体 因为我的遗体已经做了捐献 避免被卖到尸体加工厂 据多位中国高校教师5月10号证实 中共当局在高校下达七部讲的指示 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不要讲普世价值 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 党指中共的历史错误 还有权贵资产阶级及司法独立 那么这个消息在中国大陆的知识界引起哗然 大家纷纷指责这是历史的倒退 好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经文 committing死正识 最低方面就被替是 召失 ジ thee 却